你問我,我當然是有感受 兩個人一起開始戰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在想像 究竟我們會面對什麼情況 在法律上,以至於我們的工作 你都見到我其實都是提早離開了大學 當時我都已經估計 一定是面對著像Benny這些情況 而我又受感審 我也都覺得有很多的安排 是比較好,對學生也好 對我家裡的學生也好 我提早退休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我都是面對一模一樣的情況 我也不會對中文大學的校統會 特別有信心 因為整個結構是這些校統會 在港大是Council 已經受政府的影響實在太大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很完整能夠代表了 教授、校友、學生的一個管治的架構 所以這些情況差不多你遇見它一定會發生 但是你都做到是相當粗暴的 因為它整個過程裡面 你要解僱一個有Tenium 就是中心合約制的教授 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好像剛剛講的政治權利一樣 一間大學解僱一個中心制的教授 是多麼破壞著我們一些很現有的體制 因為這個體制Tenium 中心的教職是想保護我們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因為教授會研究我們希望沒有禁區 我們教授的身份也有責任對社會 有時要批判一些社會的現象 所以看了這個中心制的保護的話 其實很多國家 你就會發覺它沒有了這些知識分子 這種言論自由、學術自由 所以這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查一個中心制的教授 往往大學裡面其實是沒有一條條例 在今天香港也沒有一條條例 就是說你有刑事紀錄就要解僱 是沒有的 因為你可以有很多種原因有刑事紀錄 就好像我們用公民抗命的方式 不是一個偷騙擺騙 你一定要講good cause 就是好的理由 good cause在大學裡面 有一種就是immoral、不道德 它現在不是非禮強姦這些 或者是盜竊等等 或者是可能抄襲人的文章這些東西 你找不到這個good cause 說是immoral 唯一可能就是破壞大學生意 它怎樣破壞大學的生意呢 我和大學廷在完了這個佔中之後 我們接受多少大學的邀請去做演講 全世界有多少個文章 我們在寫這個雨傘霧運動 我們看不到我們在這個運動之後 就是令到整個大學名譽受損 你沒有任何的具體指標告訴我們 的證據拿出來 所以在沒有情況下 人家的選舉 其實是沒有說到要這樣懲罰大學廷 所以我就說council你一定要有一個交代 你不可以只是一個投票 之後就不向一個社會交代 我覺得很難受的一件事 在一個大學最高的管治架構 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嚴重 動搖著大學的學術自由 就是終生制的問題 而你可以不向社會有一個完整交代 只是告訴他們票數 沒有理由 這個是很恐怖的事情 就像當時梁振英那樣 他不發牌給一個電視台那樣 他一籃子決定 就是我行政會做了決定 不夠的 你是要解釋這個社會 不可以只是說我行使了權力就可以 你有道理是要給社會見到的 你作為大學就更加要這樣做法 所以我是很憤怒的 我覺得一間大學現在在破壞一個很重要的體制 就是終生合育的制度 就是在破壞學術自由 而他沒有充分的解釋 我是非常之憤怒對這個社會 他不是上訴 我就說他上訴 我就覺得既然這個校委會 其實就是這麼受政府影響 然後向政府上訴 林鄭月娥都寫在黑板上的答案 除非他突然今晚上帝感召他 良心發現 就是告訴他 你天堂的位置拿走了 你不是很快的良心發現 就真的這個位置不會著給你 他可能怕了沒有天堂的位置 突然之間就會明天變了另一個人 這個可能性是很美的 這些人他經常都覺得 天堂一定有個位置給他 我問過一個神父 他說天堂的墳墳就有位置給他 就是這些人 犯了刑事而保留教席 犯了刑事而保留教席 是的 有沒有外國 在外國裏面 其實我以我所知道 很多教授都曾經參與過很多抗議示威 所以因為公民社會而被捕 其實不是一個家的事情 所以我跟很多外國的學術界的人聯絡 當時說這些問題 大家都很驚訝 因為參與被捕 最近其實也有 在Potland有一個學者 其實是一個學系的系主任 他也是被捕的等等 這些在公民抗命裏面 而因為這樣被捕 其實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暫時還未知道有個例子是這樣的 因為這樣而是要解僱他 我沒有去嘗試去好有系統的研究 只是在我自己身邊裏面所接觸的情況 我出了一個問題 香港有沒有一些忠生制的教授 比如說有 因為有些人是因為家庭糾紛 在聰明大學以前有個教授 在家裏面有家暴 被人拍了照 出了報紙 他破壞學校聲譽 那些已經是很大的爭議了 何況現在戴曉廷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其實你只能夠遞一個例子 只是反映你的政治取向 因為如果這個政治取向 是反民主反自由的人 你就覺得是破壞校譽 如果你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他又用一個公民抗命和平的方式去抗爭的話 你不覺得是破壞校譽 你覺得是提升的 所以是一個政治的取向的決定 多於一個學術的原則上的決定 我完全都沒有去到那一步 因為你可以理解的 上述那些抗日次搞 如果有些人有很嚴重的問題 你已經在校內裡面 所謂紀律調查委員會 已經覺得它是破壞校譽的話 你可能不等到一個最後的事 所以你可能打到中院的話 你停一個教席 然後說如果你將來上述 我可以給你 我都可以理解 但問題是你在那個調查委員會裡面 你自己的大學的委員會裡面 沒有認為它是現在破壞校譽 要去到解除它的教責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是完全不可原諒的 我覺得他們council這個決定 你說如果那個委員會已經說 決定了它是有問題的 而那個委員會你覺得 那個組成 而至那個調查的過程是公道的 那你都可以理解大後 為什麼說我不能再等到上訴了 不過你相信成功我給你 你都可以理解 但現在不是 完全不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這麼不合理的國安法 都令到英國或者西方的法官 覺得還可以來這裡做什麼呢 都會打了這麼大的疑問在書 不想成為了一個硬壁的工具 那如果你香港已經是在全世界的注視裏面 知道有共安法的出現 是可能會剝奪了我們的言論自由 那學者是最關心自由的 就是有什麼群體比我們重要的重視 媒體大學都是特別重視的 那這個一定會影響了 某一類型的學者肯定是會很擔心的 首先可能是會研究社會科學 人民學科這些學者是會很擔心的 就是覺得他們研究的主題 會不會有踩禁區的問題 就是來到這裡 所以我相信是會有這些影響的 不過最近我只能看到 譬如現在有些候選人 在攻擊完國安教授 怎樣將政治科學的政治化 就是政治影響科學 就是連這些專家都這樣攻擊法 分分鐘我想連自然科學的學者 都對香港都開始有些憂慮 就是你研究的東西 譬如你研究有關流行病的問題 原來突然涉及中國 可能你最終會踩出地雷 你想一下就算你是做自然科學的研究 醫學的研究 你覺得在香港做事的話 是否一個很吸引的地方呢 就是這個情況底下 所以我覺得是 國安法已經引起了又來 再加上港大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正常的學者都會 比一下下院我們兩個地方聘請我 如果參加條件的學 一定會選一個自由的地方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了 OK 多謝建民客 多謝 來 幫教授隨分個麥克風 來 幫教授隨分個麥克風 來 幫教授隨分個麥克風 香港的書展 他都說到最後那兩天了 才突然間停離 那你想一下 即是他現在要拿走我們 或者延遲我們一個 這麼重要的公民權利 可以這麼快地出聲 我相信他所關注的問題 可能都不只是疫情的問題 還有很多其他的政治的考量 純粹如果是疫情的問題的話 首先就應該要去到 諮詢很多的這方面的專家 是吧 袁國隆教授啊 何帕良教授啊等等 似乎你都沒有被諮詢過 怎樣可以一個有效的方法 去可以保護這些選民 我自己作為一個普通人 可以想像 如果能夠規定戴口罩 保持一個很遠的距離 甚至可能是五、六呎的距離 如果因為這樣而造成了那個地方 或者是投票時間不足 我們可以用兩天的時間 給人投票 增加投票的票站 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個普通人可以想像的東西 但如果真的有這樣的誠意的話 去諮詢這些專家 我相信會有更加好的 更加多的方法 可以做得到 總之就是投票是一個很重大的 一個政治的決定 還有什麼時間投票 是有相當大的決定性 你想想在英國政府裏面 就是議會 每一次去決定什麼時候去解散 國會去進行投票呢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重大的決定 因為在不同的時間裏面 不同的黨派 可能在社會上得到的支持也不相同的 所以這個政府是用一個這麼強硬的方式 就是用人大釋法 現在相傳是這樣 這樣去做的話